看 这儿有黄叶 对兰花了解不多的时候 看到黄叶可能会有点紧张 有点不知所措 但其实黄叶跟黄叶还有不同 毕竟作为植物 不管它是被叫做落叶植物 还是不落叶植物 它的叶片其实最终都会掉落 蝴蝶兰当然也不例外 每一片叶子都有它自己的寿命 寿命到了 自然会脱落 也就是说有一些叶片的掉落 是正常的新陈代谢 那有正常的自然也有不正常的 非正常的黄叶掉落 这个原因就多了 所以呢 关于胡迪兰黄叶这一期 我也一直在想 我应该怎么讲 后来我想了一下 我们就从正常掉落这个角度去看吧 这样当我们遇到正常掉落的黄叶 心也比较安一些 遇到非正常黄叶呢 也能很快知道 它是不正常的黄叶 好 那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正常的黄叶 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常的黄叶 我们来说一下正常的黄叶有什么特点 好 帮助我们去判断 首先说颜色 正常的黄叶颜色是均匀的 没有明显的颜色界限 这一点在刚刚开始黄的时候尤其重要 比如这片叶子 有黄有绿 但是整个颜色是均匀过度的 如果这个叶片的黄是从离近比较远的位置开始黄 这个是比较好的 虽然离近比较近的位置开始黄也可以 但是远一点的那个位置先开始黄是更好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叶片正常的黄叶 植株会回收利用这个叶片上的养分水分 让这个叶片逐渐失去功能 靠近近的那个位置是最后的通道嘛 所以那个位置最后黄叶是比较合适的 这是两片正常凋落的叶片 看上去又干又皱又非常的薄 之所以会这样 就是这些叶片的水分养分被植株回收利用了 这个过程是由植株主动掌控的 所以是一个有序的渐进的变化过程 这个进程会非常的缓慢 几个月一年都是有可能的 完全干黄之后 这个叶片会齐齐整整的从花茎上掉下来 花茎上只留下一个叶基 留在镜上的叶基一般也跟着叶片一起干黄了 叶片齐整的从叶基上掉下来这个特性 倒不是正常落叶的专利 有一些生病的叶片也是以这种方式掉下来 所以同时还要考虑到前面说的其他的特点 颜色均匀 干 皱 薄 缓慢 等等 正常脱落的叶片一般是在最底部 我们知道叶片的生长是从叶芯里一片一片往上长 最下面的叶片自然是年纪最大的 所以它正常的掉落顺序是按照年龄来的 年纪大的先走 不过有时候也有例外 某一片相对年轻的叶子可能因为什么状况 被植株主动要求它掉落 这种情况也有 不过这片叶子虽然可能不是最下面一片叶子 但也不应该是最上面一片叶子 应该是中间的某一片叶子 那这个叶子掉落呢 也要符合颜色均匀 干 黄 薄 过程缓慢 如果符合这些特点呢 中间的某一片叶子黄掉 我们也把它归到正常掉落吧 虽然它的顺序不正常 但是它掉落的过程是植株可控的 所以我们把它归到正常范畴 正常可控的意思就是 不需要我们额外做什么 植株自己完全可以解决 而非正常黄掉的叶子 可能需要我们做点什么 比方说用药啊 剪切叶片啊等等 这是一片准备正常掉落的叶片 已经接近尾声了 但是还没有掉下来 我试试能不能揪下来 我通常都是不动它 让它自己下来 看 这个虽说是接近尾声了 还是不愿意下来 连接的还挺紧的 边上都裂了 我拽还拽不下来 这个叶片 我拽它的时候 它是没有掉下来 不过第二天 它自己就掉了 可能是被我折腾的吧 另外这颗也有其他 还绿着的叶片 看上去有湿水的状态 就是有点要变黄 如果单纯从叶子本身的情况看 这个叶片的黄是属于植株 有序的主动的在让它变黄 不过呢 如果从整体上再来看一下 黄掉的这叶叶子往上树 连着这三片叶子都不好 最下面的已经黄掉了 上面两片 开始要变黄 这个现象就不算太正常了 这些将要不好的叶片下面对应的根 可能已经不好或者正在不好 从养护上来说 这个植料可能有点过于老 然后我给水又没有特别注意 好在它是植株可控的一种变化 问题不算特别大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做呢 只需要用很多的水去冲洗冲洗 估计盆里有一些不太好的物质 透气性也变得不太好 所以用水去冲冲 这样既可以把不好的物质冲走一些 又可以带进去一些新鲜的空气 然后等到花谢之后 帮它换新的植料就好了 当然如果实在严重的话 带着花也可以换盆 而如果不是很严重的 比如说像这颗只需要在后期养护的时候 做些调整即可 所以正常黄料的叶片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一次不会特别多 一片两片还可以 三片甚至更多 那可能就有些问题 有问题的自然需要相应的处理 不过今天就先不讲了 因为目前手边暂时没有需要处理的叶片 这片叶子上有一些黑斑 这些黑斑在这个叶子变黄的过程当中 并没有扩大 就一直在这 当然颜色是有变化的 像这种呢 也算正常 所有正常黄掉的叶片 我们都不用太担心 我们也不用做什么 只等着它掉了之后 捡起来丢掉就好了 如果遇到叶片发黄 不符合今天说的这些特点 可能就需要去找找原因 看看是怎么回事 同时还需要采取一些措施 尤其是叶片发黄的速度 特别快的时候 可能需要尽快把生病的叶片减掉 并且用一些植物杀菌剂 还可能需要做隔离处理 跟其他的分开 避免传染 关于黄叶 主要是正常的黄叶 今天就先讲这么多 如果以后遇到生病的黄叶 再拍给您看 这也是一期来自 静说蝴蝶岸的视频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谢谢收看 下期再见